那個月亮 剛剛Sofia就是很touch 有touch到我們的內心這樣 然後我想先問一下大家 是學生的可以舉手一下嗎 好 那是社會人士 好 就是社會人士還是很歡迎 你可以聽一下我的分享 因為其實我們在學生的比賽過程中 很需要就是有夜師的幫助 那其實夜師可以得到什麼好處呢 就是第一個就是你可以 跟學生交流 也許可以找到你未來的另外一半 第二個就是可能你會找到 就是當初在學生時候那種感動 然後因為現在這個時間就是 很明顯就是一般我們在學校 就是可能混混欲碎的時間 所以我可以請大家幫助我 幫助我一件事嗎 就可以請你們先就是找隔壁一個人 就是面對面先找 隨便找一個人 快快 隨便找一個人 OK嗎 先找一下 好 有找到齁 好 然後現在呢 沒有喔 你們沒有面對面喔 對啊 我有眼睛的好不好 大家 好 現在呢就麻煩你 把你的五官張到最大 像這樣 OK嗎 來 1 2 3 好 張到最大 然後這時候再梳到最小 可以嗎 對 咪到最小 好 然後 好 就這樣 好啦 只是想叫大家起床啦 好不好 那如果你真的很想睡的話 反正這裡這麼美的風景 然後又這麼大的空間 你就走來走去 只要不要瞅滅走過去就好 好不好 就讓大家就是 清醒一下 好 大家可以轉回來了 謝謝 好不好 好 那我叫蔡宇軒 為什麼 其實我幫幫助許正銘 就希望我棄宇軒啊 裡面有個宇軒嘛 但我現在還滿蔡的 大家可以這樣記我就好 所以我叫蔡宇軒 好 然後我先講一下我的經驗 因為我在2011年的時候 有比過Lazers的競賽 但是大家知道 是一個高級車的品牌 那時候我們就用一年的 3000萬的預算 幫他做一年的品牌規劃 然後那時候就拿到第二名 然後後來 2011年有比過麥當勞 這個麥當勞 不是說什麼 像那種大胃王比賽 吃漢堡啊 或小林尊吃熱狗 其實不是這樣 是 我們例如說 他想要推廣說 像外國人介紹 台灣特色美食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把 鵝仔煎放在披薩上面 然後就有 就是獲得一些成績這樣 然後今天也是我非常主意 是2012年參加的ADCC 那我知道 剛剛有很多人跟我說 他想要參加 那我等一下可以講細一點 那鵝仔的話 它是一個公益團體的競賽 就是關於社會企業 因為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雨傘被幹走的經驗 就是雨傘放在外面被幹走 那我們那時候就想解決這個問題 那後來也有成功的解決 那後來 結晶獎跟區域和平中 是我去青海 中國青藏高原當志工以後 回來分享 就是去比了一個賽 那我們就是有做到永續性的一點 因為大家有當過志工都知道 志工最被人构變一點 就是說沒有永續性 你去做完一次以後就走了 然後當地也沒有什麼影響 所以後來我們有做到就是說 幫當地的小朋友 就是編了他們整個 縣市的英文課本 讓他們可以持續使用 因為他們小學生用英文課本 居然是我們大學程度 就是全部都是字 然後沒有任何圖片 就很誇張 然後小學生就是 看了也不知道在幹嘛 這樣 然後後來2013年 我有比就提了100 它是一個資訊科技的比賽 那也是因為我前面都參加很多行銷啊 不然就是食物啊 麥當勞之類的比賽 就想要瞭解一下 就是可能科技方面的 那也有認識到一些科技的人才 那最後我就想要深入 就是瞭解行銷裡面的數位 這塊就有參加布偶比賽 好 那為什麼要參加比賽 其實我們人就是 在台灣學生 因為接受田崖市的教育 所以你國中的目標是幹嘛 考高中 考高中 高中以後的目標是什麼 有人知道嗎 考大學 對 那到大學以後 你突然會上次的目標 除非你還要考研究所 那相信如果你沒有考研究所 你會不知道自己要幹嘛 那其實參加 為什麼要參加比賽 它有的方式就是說 你可以在短時間 例如說幾個月之內 再去有一件專注的事情去完成 那你也可以接觸很多方不同的資訊 那也許對你的未來會有幫助 好 那 要參加什麼比賽呢 quitch就是說要參加哪一個比賽 我覺得有兩個很重要的點 第一個就是你的夢想 大家有聽過夢想版嗎 就是夢想版 它是說你的未來夢想在哪一個地方 那你接下來要怎麼樣持續的去完成它 你可能 例如說你想要這次段考考100分 那你可能就要把章節分開 可能今天唸一點明天唸一點 會越來越接近你的夢想 那我覺得參加 你要參加哪個比賽 也會跟你夢想有關 例如說你想要創業 你可能就要參加創業競賽 可以讓你有一些實際上的幫助 那當然沒有夢想 現在一定很多人沒有夢 就是還不知道自己要幹嘛 那其實你可以當作是一個 累進經驗的一個競賽經驗這樣 那第二個當然就是興趣 你有興趣的領域你可以去參與 那其實是新的領域 你想要去嘗試磨練也都是非常好的 然後再來我覺得最重要的 比賽裡面最重要其實就是人 就好像大家今天來焦點嘛 也許你會覺得說我們焦點提供的水很好喝 然後或者說月亮就是主持得非常好 可是其實你可能過了幾個月 小月亮 小月亮 對不起 他們剛才特意提醒我說千萬不要認錯 對不起 好 就是你可能幾個月之後你才會 你只會記得 你其實都不會記得 可能是我今天分享什麼 你根本什麼也不記得 可能你唯一會記得 也許就是你身邊 你今天認識的某一個人 他可能是一位創業的夥伴或是等等之類的 所以其實人真的是非常重要 我許多精采的朋友也是 因為你也知道幾個月都泡在一起 就是每天你看日出 然後一起耍廢之類 都是很深的記憶 那反而就變成很好的朋友 所以我覺得人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在一個比賽 就是最重要一定要有一個領導者 就很像球長的角色 他要負責就是可能規劃時程 然後去 因為大家會有不同的個性會吵架 那你要去能夠調和大家 然後第二個就是 一定要有一個美風的人 就是他可能會有非常就是很 很了解說PTT怎麼做啊 簡報等等 然後第三個就是要有一個創意人 他可能會喜歡幹很多蠢事 例如大冒險很愛玩之類的 那比如說像我們之前就會 有可能去捷運站跟那個 捷運的服務人員說 問他可不可以賣一個 麥當勞漢堡給我們之類 就是做一些有的那個 然後第四個就是要有一個技術人 如果你看他的技術比賽更重要 就是他可以提供一些展驗方面的知識 那如果我們上述四個都不是 因為我們不可能 你叫一個嬰兒 或是就是會這四種不可能嗎 那我們一開始怎麼學習 可以先當怎麼樣的人呢 其實可以先從一個執行力強的人開始 因為其實像比賽這種東西 或是你要創業等等 很多東西都是要從 例如說你一個新的創業 你一定從既有的東西 去慢慢延伸出來 所以要去了解那既有的東西 你可能就要去找資料 可能去圖書館 可能上網找 那你能當那個執行力強的人 你能花很多時間在上面 其實你就是一個很重要的人 然後我建議就是你在組團隊的情況下 千萬不要 例如說美工人就只有一個人 因為最好是一個團結會有兩個很厲害的人 因為他們可以互相討論 不然大家會覺得說 美工你很強 那就都給你負責 然後他最後就覺得很那個 就是覺得很全差 說為什麼什麼時候不在做這樣子 好 然後我覺得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點 就是時間 一定要先講清楚說 大家參加比賽之前 要先講清楚說 大家要花的時間是多少 如果說大家都是覺得混混的參加 那其實這一個團隊都是混混的參加 也不錯 因為大家就是來累積經驗 可是如果大家是真的很想得名 很想有一個收穫的話 那就是可能要把它擺在 你的課業的前面 或是說愛情啊 學業等等的最前面這樣子 對 那第二個就是要有共通目標 你來思想要幹嘛 大家可以先聊一聊 然後有一個共通目標 再一起去成長 那你建議說大家夥伴 盡量選一些不同領域 也許今天你們就可以找到很多想要參加比賽的夥伴 好 我放自己照片不是我自戀啊 跟大家講 就是真的你平常在什麼活動 要多把它累積下來 因為像我回去找 就找半天 又找不到我自己 找不到我想要講 然後我就 放自己照片 對啊我是 有頭髮的那個 好現在沒有 好那 我覺得很重要的點 就是你可以從夥伴身上 學習到一些東西 因為我們都知道每個人就是一本好書嘛 也許說我今天我兩個月的比賽經驗 你今天在那邊聽我講15分鐘 你就可以得到我的精華 所以其實你去多認識一些人 去了解他們 你就可以人稱你活一次 其實等於活了很多次 然後再來就是利用機會練習 因為大家 大家不知道學校有沒有那種廢的報告 就是 通識課 然後 你上去講下面碎粉團 其實那個都是你練習的機會 也許你簡報不夠好 那你當然在正式的比賽 你不敢上場 可是你在那種機會 你都可以努力去爭取 也許你上去 你去練個幾次 反正你講爛的也沒差 因為沒人在聽啊 那你就當作自己練習的機會 都是很棒 例如說PED做PED這件事 你做的很爛 那如果有那種 比較不重要的 你就可以來當作練習 不管是任何的東西 包含說跟朋友相處 人技工技巧 你都是每次 生活中的每一分每一秒 都是你練習的機會 好 那我認為說 在比賽過程中 最重要的其實 一個比賽最重要的其實是創新 你必須要有 跟別人不一樣的東西 那你要先去了解 評審他想要的是什麼 或是你 針對那個企業他想要的是什麼 然後再來就是創意 好 然後再來就是與眾同 其實三個是一樣的東西啊 差不多 好 我舉一個例子 大家有沒有看到商業簡報 他們通常都穿什麼 西裝 套裝 對不對 那因為我們那時候 當時我們要提的是一個 美 安藤忠雄大家有聽過嗎 他是一個美的勢力的一個概念 那我們就想要穿得像無印良品的感覺 所以我們就比較不太一樣 就在裡面做變化 例如說我們穿的 呃 這個不是睡衣喔 就是灰色的T恤 然後跟卡牆褲 然後還有西裝 就是簡約風的感覺 那其實那時候就有給評審留下一些很深刻的印象 雖然那個姿勢很醜啦 好 然後實務 我認為比賽還有一個很棒的點 就是你會獲得一些實務經驗 你可以再跟就是 呃 主管 就是企業主管討論的過程中得到一些 了解一些 呃可能你在學校 理論可以寫接的東西 那我們也知道說學生其實最大的權利就是犯錯 所以你犯錯他並不會怎麼樣 你就當作是一個練習的機會 你可以與產業有非常多的互動 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ok 那我來介紹一下ADCC 也是我今天來的主軸 就是他剛剛那個小月亮 有提到說 就是他其實已經效應競賽耕耘了十幾年 那不像一般競賽可能幾年以後就腰斬 所以他已經是一個蠻有口碑 你可能去很多企業應徵他都有評過 那他也是企業吸手池做的部分 他會給像他的主題都是非常就是 當年度比較熱門的 例如說我當年 因為20 大家知道2005年是電子商務 就成長一年 那我當年的時候比的就是 電子商務他要轉型 因為已經太多人在做電子商務了 他要怎麼樣就是持續的成長 例如說我那時候就幫博克來 博克來搭上網路書店 他後來要做網路百貨 然後要融入怎麼樣去能夠跟其他有做區隔 其他有做區隔 然後他像他去年就是搭到社群 就是一個很夯的概念 所以他是一個決戰社群時代的部分 好 那我覺得比賽的最大一點就是 他其實是個互利的過程 其實坦白講 比賽就是企業他要來拿到電子 他今天也許他想要做某件事 他去給廣告公司 比稿 讓廣告公司幫他做東西的話 可能只能拿到五六個點子 可是如果他知道學生可能只要花個十萬 他就可以得到幾百份點子 雖然比較不成熟 可是也許是他靈門一角的那個靈光一閃的東西 所以可是我們的學生是可以得到 例如說企業世界的機會啊 或是接觸他在你還沒出社會之前 所以是一個互利的過程 然後我來講一下就是ADC他比賽是怎麼樣 第一個他一定要你要拍一個出賽影片 然後我建議你的一分鐘影片 就好像你在看一部電影一樣 一定要有一個開頭 例如說開頭是你走在路上 然後有一個紙飛機射過來 然後你撿起來發現說是ADC的通知性啊 之類的那種東西 然後裡面一定要講到各個你的成員的各個特色 才會是一個讓評審了解你 然後最後要做一個收尾 例如說你們整個團隊的特色在哪裡 就是一分鐘你要很快的就是去描述說你整個特色 才有辦法脫穎而出 當然大家不要用紙飛機那一段 因為那個那我用過了好不好 對然後再來就是複賽企劃書 他會有點一個題目 例如說他會跟社群有關等等 那你要寫一份企劃書 那我建議大家寫企劃書的時候 千萬不要就是把那個商學院的理論 就是拿來按表操課 就是產品分析然後4P 然後競爭的分析這樣子搞下來 你一定要先去了解說他整份的 他整份的企劃書最重要的目的是什麼 然後把最重要的放在前面 那你每個章節跟每個章節都要有連接點 要有邏輯 什麼為什麼 為什麼產品推到通路 為什麼推到價錢 都要有關係 不是就是一份這樣子按到架構 那這樣的話其實大概看個幾秒就會把你丟掉了 那再來一個好處就是你 當你複賽過以後 你到了準備賽 他會實際給你一筆錢 像我同學在生痕 他去年是比生痕長 他就拿到50萬 做他們的一個愛的卡車的旅行 就是公益旅行這樣子 那他就是給10座的經驗這樣 那最後就是總決賽 就是可以在 就是有安通他就邀請一些評審來幫你做總決賽的部分 好的 那我覺得參加那麼多比賽以後 我為什麼要參加那麼多比賽 其實是 其實我也有重考啦 我也有人生很失敗 也要獨離站起來之類的 但我覺得說人跟他其實就只有一次 所以你要就是珍惜每一次體驗的機會 就是年 其實沒辦法重來 我們也不知道下一輩子會去哪裡啊 可能到天堂或到地獄這樣子 對 好 那還有一點就是說 其實像大家 我覺得大家今天就踏出一步 因為你假日就在這個地方 因為也許大家很多人是在家裡躺著睡 或者等等幹嘛 所以大家已經踏出這一步 那也許會有些人就是 質疑你說 你沒事參加什麼焦點 還要花錢去聽 你腦子有動了 或什麼之類的 可是其實我覺得 不用管別人這麼講 因為其實你今天做的每一件事 都會是對你未來會有幫助 就像這張圖是我沒事去演舞台劇啊 就吃飽太撐了 那可是他的那個表演技巧 我覺得第一次面對很多人 那其實以前我講話都會發抖 可是慢慢大家都是這樣克服過來的 對 那我覺得學習呢 他其實最重要一點就是 因為其實你不知道自己的夢想 但還慢慢在摸索的過程 或是說你還不知道說 到底他什麼時候機會出現的時候 你只能不斷地去累積 不斷地去參加多活動 那讓你累積各項經驗 當有一天真正那個機會出現的時候 你就可以一把把他抓住 他就不會流失走 才不會說他真的出現的時候 你反而沒有那個能力 你就只能看著他就這樣離開 好 那我最後呢 我最近 因為大家剛剛都有分享 這是在幹嘛嗎 我想跟大家分享我幹嘛 我最近想要幹嘛 就是 其實我最近過那麼多比賽過 我發現我很享受那種 一個東西從無到有的過程 因為就覺得很爽 就覺得說 一個東西自己自己弄出來的 所以現在就是 想要做一些創業的嘗試 反正我還還沒出社會 還可以還有放錯的空間 所以我最近想要幹嘛呢 就大家聽一定不可思議 就是我想要去夜市擺攤 就是賣食物這樣子 反正是 因為其實到夜市創業 因為它是一個最好可以算出 那個積味成本的東西 因為它是實質的產品 所以就想體驗看看 像我同學是 因為我是政大的嘛 然後我同學他就是畢業以後 他就到了晴美夜市 賣了一個烤丸子 就是丸子 賣烤丸子 25塊 然後就有個媽媽來 然後就跟他說 啊你好 然後他就說你念哪 他說政大 然後他說啊很棒 出來創業 然後那媽媽一轉身 以後就跟他小孩說 如果你要政大出來擺 那我就把你打死 那我真的覺得學校 真的不是最重要的 因為其實在這麼多活動之後 我覺得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特色 或成長的天分 其實學校並真的完全不是全部 只是你在剛出社會的時候 你會有一些領先點 可是其實他只有一點點 你一下就被超越 甚至他可能在大學四年 他所做的任何事 馬上就超越你了 只是大家四年的時間都一樣 像我就很羨慕大家的學生 好 然後 我最後想跟大家講 就是說 其他人在休息的時候就很羨慕 像現在大家 有些人在睡午覺 我們在這裡 就是領先一步 然後 我希望做的是 像 不知道大家快出社會 會不會有你家人 就是叫你去考公務員 這件事 就是像 他們其實是為了我們好 因為 考公務員有穩定的收入這樣子 那 其實我也蠻 覺得好像不錯 我可以 每天九點混到五點 然後我就去看電影做 我想做個事 可是其實我希望的是 可以在我這個年紀先去嘗試 也許我嘗試努力過以後 我有那個選擇 我再來決定說 要不要來做這份安逸的工作 所以我覺得你可以多去嘗試 你就有更多的選擇 才不會說好像畢業 你就只能做你那科系的事情 對啊 好 那最後就這樣 好 謝謝大家 別嘛 她說 因為 你的 可以 有一些 你 我們 使用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